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自身的缺陷全暴露 在搭配上可是一大重大失误 啊,那大的白色连衣裙 让宋倩露出了白皙的双腿 但是一双腿却相当粗壮而短小 宋倩明知自己小腿比例较短 腿部肌肉发达 还要选择内搭连衣裙 而是短匹配裤子 时尚的宋倩 在穿它方面也有摆命一书的时候啊 不过这件白色珍珠衫 还是相当时尚清新的 唐燕搭配的是一件红色拼接灰色长袖印花珍珠衫 下达同色系的红色印花半裙 优雅又清新 退长退细的唐燕 相当艳性 唐燕下达了一双红色单绒运动鞋 首尾呼应 唐燕手机红色小包带 知性又时尚 这种大红色的珍珠衫 在秋冬季的时候穿呆 时尚又清新 无论是颜值还是对于珍珠衫的搭配 唐燕都能将自身都有点放大 缺点隐藏 超有搭配小心机 不少女性在早休时 都会选择外搭珍珠衫 潮流又宝暖 周冬雨外搭青色珍珠衫 内搭灰色卫衣 手机黄色格腕包 时髦又清新 刘亦芬身穿彩色条纹珍珠衫 内搭小白屁 下达牛带裤 又暗又时髦 最清纯时尚的还需要竖鸟 只见她身穿蓝色小熊印花珍珠衫 内搭白色短屁和黑色超短裤 青春又减铃 你觉得谁的珍珠山船呆 更适合这个早休呢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